姐夫心里明白 要想说呢 就有人开始泼凉水了 而且这位还不是别人 她是钥匙的女儿 这闺女说了 曾经有位大老板拿着一百万 要买些换花草的秘方 结果钥匙眼皮都没撩一下 就给拒绝了 你时针虽然你是洞族人 但毕竟不是占领本地人 换花草的幸运和吉祥 到底能不能给到你手上 还得看看有没有这个缘分了 话都说到这份呢 时针就只剩下紧张